都是沒有人照顧 所以身上都是髒兮兮啊 還有一些傷口啊 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有時候這些錯誤不能 不能算是他們的錯誤 從一個比較幸福的環境中 被遺棄到一個很困苦的環境 因為長期的肚子餓 然後會產生就是說吃垃圾 有那個君最愛情啊 你看 大概是姻緣吧 他很溫馴 所以我們會常喜歡 看我先生來這麼溫馴 對 美麗的東山河畔 有著藍陽平原獨特的田園風光 隱藏著一間溫暖的家 這裡的貓小孩 總是熱情的歡迎 每一位來訪的朋友 雖然他們背後 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悲慘故事 這裡的貓小孩 看起來跟其他的狗狗不太一樣 有的少了一條腿 有的沒了耳朵 有的身上留下疤痕 還有的是看不到的心理創傷 大臣莉莉阿姨 大臣莉莉阿姨是這裡的館長 原本是一位期待能環遊世界的日本華僑 你們知道他為什麼會沒有兩隻腳嗎 在台灣在宜南都有很多 常常你們會在路上有看到三隻腳的嗎 陷阱 對他們就種了人類的陷阱 捕獸甲那是違反的 還有捕山豬的山豬吊 隨便吊 咬去踩到會斷了腳的幾乎就是捕獸甲 如果切得這麼齊的 這個就是種了山豬吊 你知道種了山豬吊很可憐 山豬吊的話 山豬吊是吊住以後 你越想逃越想逃 它就越扯越緊越扯越緊 你一定要把你的腳扯斷 才有辦法出來討生 其實我是從國外回來的 我只是想回來說幫幫一些流浪狗 因為以前我不曉得台灣 這些流浪狗的生命 這麼多然後這麼悲哀 我想說我能夠幫助多少 寒凍這個名字很特別 樣子也跟其他毛小孩不一樣 黑黑亮亮的毛髮 兩眼楚楚可憐的看著我們 每天早上我們都會打開我們的觀光 有求救信息 有一隻就是說 有一隻狗 然後牠就是在一個 蜙蜜寒洞裡 然後牠整個癱瘓不能走路 然後就是全身都受傷 在最早在那邊找 找了半個小時 最後我們想要放棄的時候 正好又再經過 有一家會會去的那個屋子裡面 我想說那最後一個希望再走進去 然後就在一個寒洞 這樣的一個寒洞裡面 牠整個人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整個都潰爛了 然後我就打 我說我是來救你的 隔一天呢 我就送去醫院 我想牠是車禍 結果醫生告訴我們說 不是牠是被重磅 打斷了這個脊椎 而且牠已經措施在兩個禮拜 措施了牠醫療的黃金群 所以牠就整個就是攀斷了 已經沒救 一直會尿失禁 跟打臉失禁 這個就會比較難照顧 可是我們都沒有放棄 然後牠已經幫牠做了輪椅 然後幫牠取比較寒洞 我非常喜歡賽 奔跑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了開心要回來了 開心嗎 開心 莉莉阿姨不但救了許多毛孩 也感動一群熱愛生命的愛狗人士 他們三不五時的來 來幫忙打掃清潔 而我也來當一日志工 幫忙照顧毛小孩 第一次幫毛小孩洗澡 我心裡有些興奮 但也有些害怕 阿娟阿姨特別挑了乖巧的小可愛來給我們洗 咖 不過小可愛顯然是有些緊張 試著安撫她來穩定她的情緒 感覺就好像在對小孩子說話一樣 貼在一起 摸起來不是很順 不是很順 之後還要幫她吹吹身體 看到她放鬆舒服的樣子 我也鬆了一口氣 幫狗狗洗澡的感覺蠻奇妙的 有的毛髮摸起來粗粗硬硬的 有的細細軟軟的 阿娟阿姨說 要一邊洗還要一邊按摩 從她們的表情看來 是蠻享受我的技術的 吃點心的時間到了 孩子們一擁而上 感覺和我們沒有距離 也許她們已經知道我們不是壞人 所以可以跟我們更親近了 她在她們的身上 看到了我當初去日本的那種 那種影子好像我的下一步在哪裡 我該如何去 因為至少我是生活在別人的土地上 我該怎麼樣去奮鬥的去生活 去跟人家可以在那個環境裡生存 那我在流浪狗的身上 我看到了她們下一步是去活成 她們多想要讓人家愛護 多麼羨慕 希望有個人可以疼惜的家庭 然後在她們的眼神 我看到了很無辜很無奈 然後很悲慘 她們怎麼跟我當初去日本一樣 像個流浪一樣的 所以就發心回來幫忙 我看到狗這一塊應該是有一個 你知道嗎 如果你做這個事情 你沒有信仰 你很難堅持下去 我覺得她是有信仰在支持 我這一輩子離不開宜蘭了 因為我想我能為她們做些什麼 我給我的感覺就是很勇敢 既然她腳已經沒辦法正常行走 還可以那麼樂觀那麼開心的活下來 既然狗都可以那麼勇敢 那我們人應該不要遇到小事情就想要放棄 剛開始這樣子的時候 感覺都很恐怖 可是那個後來 他們只是要勾勻 因為狗會亂咬人 會咬人 這麼的兇狠 他們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很多的錢去設立這個關 然後不求回饋的付出 讓我覺得很佩服 小小孩跟我們一樣是有生命的 我們應該要把他們當成家人來看待 會不會 會不會 一個人去想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